刘丹 香港老牌隐形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身份 刘凯薇的爸爸 杨幂的公公 还有小糯米的爷爷 现在的刘丹呢 不提演艺事业 不提个人生活 张口闭口 都是自己的孙女 小糯米 每天早上起来 爷爷 哎呀 这一生爷爷 那个心都给揪出来了 哎呀 真是 可爱 太可爱了 刘鱼 爸爸妈妈都在忙工作 于是照料小糯米的责任 就全部落在了刘丹和妻子身上 有人约我什么 我第一想看看 小孙女那天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忙的呢 要奶奶说 没事 你去玩吧 那我就去了 15个月大的小糯米 如今正是学说话的时候 可惜的是 她的成长 好像缺少了爸爸妈妈的陪伴 一年合起来 大概还不到一个月 平常爸爸妈妈与宝贝沟通 也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 想想年轻的父母这么贫 也真是不容易呢 可是每一次回来呢 小糯米 一看着就愣一愣 突然想起来了 巴巴巴巴就这样了 虽然有点心疼孩子 但是刘丹作为娱乐圈中人 也很能理解小粮口 当然工作很要紧了 是吧 也不能把工作丢下来 不干 趁现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干的话 就多拍一点 做艺人虽然光鲜 可背后也多了很多无奈 正所谓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每一份收获背后 都有不少付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